最近在这个保险的销售的领域当中 投资型保险好像现在是一个很夯的议题 而且呢现在看到的一些数据资料 去显示说现在投资型保单的销售都在创新高 那现在也在这个商品里面有很多多样性 我想跟大家来聊的事情是 不管今天你所遇到的是什么商品 我想请教各位的事情是 你觉得在商品里面的特色比较重要 还是利益比较重要 特色当然会去谈到说 这张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保障 那这个保障呢有几倍 这里面的内容对你有多好 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特色 但是在这个特色之余的情况之下 你可能会去思考 我到底要怎么去选择对我比较适合的保单 那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就要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是 什么样的保单才能符合你的利益 这个利益的并不是它的保障有多少倍 或者是它的这个保障有含的什么样的内容 而是我们先看自己的需要 在当下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 由这样的一个保单来解决我所担心的问题 所以刚刚比如这样说了 投资型保单如果能够去提供照顾你的 像比如说重大伤病的保险 那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去在意你的投资效益 那投资效益的部分呢就会侵蚀到你的保单的这个保障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你可能要去审思一个问题是 当你在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 那这样的保单对你未来的这个保障的利益 到底有没有符合你在未来的一个需要 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去思考的 那品味老师在这个地方 只是希望提醒大家都去注意到保单的利益 而不是保单的特色 谢谢大家